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差异了还不错 我现在没做了 我准备有一天来捂一个 我不敢对台湾驾返船到美国 我没有这个能耐 人家一十三个月就这样做了 我没这个反乱 但我很期望 我们来当高市有一次还船 绕台湾一圈 我23岁骑脚踏车 还岛 现在我83岁驾还船 还岛 我们把一个原本单纯的水族馆的一个构想 转化成是现代的海洋的智能馆 它一半是活体的一个展示 另外一半是AR跟VR 5G的智慧的这种结合 所以刚刚陈管长也讲 水下的这个深海 比较深海的生态 一般民众可能没有机会背着这个水废下去看到 但是透过现代化的科技的技术 我们可以及时的在碗里面就看到海面下的一个生态 所以我想包括我们旁边的这个望海巷的渔村 整体的一个规划都得到行政院大力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被台湾新的环境教育的场域 不只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这是我们觉得最有成就的一个地方 朝近方舟一号为国人设计打造的研究船 长约12.8公尺 宽约3.6公尺 吃水深0.5公尺 顺势启航之后将结合海湾保育和青海教育 让达船民众可以清除自己水下的海洋世界 其实我们很感谢行政院国发会教育部 还有金融市政府以及各界的合作 那让海科馆真的是第一艘了朝近方舟一号探索船 真正能够在我们的富裕海湾这里 能够真正进行探索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这一艘泰索船 我们是用跟美国合作 S-CLIMP最新的技术 那它这个技术到底用在这一艘船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它强度增加 第二个它重量减轻 然后所以它这艘船是很节能的 那除此之外 这一艘船的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带领我们所有的民众 能够在我们的富裕海湾 进行大概六公尺以内的这个潜水 看到这样的一个潜水的一个生态 那尽由这个亲自的观察 那以及做这个海水的一个收集 那除了我们在讲中生教育 可以用这个观察教育 这边去落实之外 也把这个数据的收集 跟国际的NOVA 跟这个国际的所有海后的 这些气候能够接轨 再来看全国的疫情处于高原期 多日已经缓步下降 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别前往金融市建德国小 视察校园疫苗的施打情况 苏贞昌表示 包括儿童疫苗等各类疫苗的量能 都很充足 希望家长能够尽量让孩子施打疫苗 完成保护力 在金融市长林又昌 立法人蔡世英邱成远 及卫福部长陈时中等人陪同下 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到金融市建德国小 关心校园疫苗施打情况 孙贞昌除了感谢地方政府学校 及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努力 并强调包括儿童疫苗在内 国内各项疫苗量都很充足 呼吁家长尽量让小孩施打疫苗完整保护力 确诊以后就会有抗体 而且我们对于所有的儿童疫苗 各种疫苗我们量都很足够 而现在学校也都恢复了实体上课 也都回归校园施打 我们今天就特别来基隆 来看校园施打的情形 同时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地方政府 感谢教育部 感谢学校 包括第一线的医护工作同仁 大家辛苦了 我们希望为孩子守护好 同时也希望家长尽量的能够 让孩子施打疫苗完成保护 基隆市长刘昌表示 基隆市原定6月10号完成全市 国小儿童疫苗校园施打计划 将提早到6月8号完成 希望有效提升儿童保护力 也让家长安心 今天是我们基隆市疫苗施打 小朋友在校园里面施打 最后一天 那我们施打的一个比例 大概是65%左右 那因为基隆疫情跟双北一样 我们是比较早 在全台湾的这个防疫的最前线 所以我们小朋友染疫的一个比例 其实比现在的中南部 比较高 所以整体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施打率 因为小朋友有染疫的状况的话 他是要染疫之后 三个月之后才能打疫苗 所以北部这个地方 这个疫苗是打率低一点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基隆城市博览会即将登场 已就与会大楼打造的B展区正式开箱 透过修复后的正兵大楼 作为主要展场 串联城市艺术品牌潮艺术 在延伸到和平岛考古遗址 总计有五大艺术展览 三处多元市集 夜间还有两大光雕秀 要带民众来一趟丰富的艺术饗宴 就与会大楼改建后 成了陈博会展场 展示基隆席日的漁乐文化 和水产历史 让参观者仿佛时空倒转 我们非常期待 重新开放后的诸圣教堂考古遗址 透过这一次的展场的设计 以及将整个展示的整理 让这场域成为 接下来基隆的新地标 而在和平岛的诸圣教堂 介绍考古成果 见证大航海时代的重要角色 基隆城市博览会首次亮相 让民众循着遗址 认识400年前 西班牙人来台的点滴 过去的基隆 并不是现在市中心区的基隆 其实过去的基隆 是以和平岛周边地区 作为发展的一个起点 那我们基隆作为 台湾的一个起点城市 有很多的第一 有很多的起点 是从基隆开始 我们的旧渔惠大楼 是台湾渔业现代化的起点 我们的正宾渔港 曾经是全台湾最大的 远洋渔业的基地 所以 有一个因缘 有一个历史的契机 我们非常感谢金融区渔会 我们理事长长间 还有包括我们总干事 所有的会员代表 把旧渔会大楼 无偿的捐赠给基隆市政府 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所以那个时候市长很大胆的 在提出大基隆历史场景计划的时候 把旧渔会大楼把它纳了进来 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 市长怎么样在描绘这个愿景 市长说我要用旧渔会大楼 作为整个正宾的观光历史郎代的起点 基隆城市博览会即将登场 B展区以旧渔会大楼为主要展区 结合周边总继有五大艺术展览 三处多元市集两件夜间光雕 要带给民众海味的艺术饗宴 B展区是以文化艺术作为基底 加上产业跟生活 所以从106年以来 我们开始做潮艺术 108年选择在正宾作为基地以来 我们就希望我们所有的策展 都是跟生活跟人民 跟我们的生活心态能够结合在一起 这几年来 曹艺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 也得到无数的奖项 我想这是逼使我们可以在前进的一个力量 今年我们的策展的活动 选在刚修复完成的正宾与会大楼里面 我们挑战了不可能的任务 要在历史建物里面进行策展 对各位艺术家跟策展男人来说 我想是非常的辛苦 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一根钉子 钉在墙上 所以讨厌到你们一个最 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个策展的方向 但是我想基隆做得到 台湾就做得到 像这栋原本是旧真兵派出所 经过设计师一番改装 白色流线的设计 充满了渔港特色 常被民众误以为是饭店 从我们的色彩屋开始 一步一步的做我们城区 接扩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过程当中 我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渔会 也能够帮忙来协助 正兵旧渔会大楼谈得非常的久 荒废非常的久 也感谢市长文化局相关的单位 能够跟渔会谈好 以及后续的开发的手段 那我们另外看到的我们旧的正兵派出所 我从这个角度第一次看到正兵派出所改变 我们是跟文化局一起在正兵渔会大楼 测了一个有一种味道在基隆上岸 刚刚市长有提到万博市集 其实市集谈的就是食物 那我们在面对国际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口岸 所以我们在正兵渔会大楼测了一个展 那这个展呢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多元的饮食的文化 透过这个展来做一个展现 那另外呢这个静态展以外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办了市集 刚刚市长在问说 那这个市集是什么市集呢 我们这个市集其实是分成两个阶段 这个我要谢谢我们的左脑跟米粒 那由左脑跟米粒来作为一个策展的单位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大基隆市 跟我们的海口味的市集 那我想这个市集呢非常的精彩 白天逛潮艺术 入业之后更有不能错过的 海派浪漫光雕秀 今年的光雕展演 不仅有满满的基隆意象 还邀集了800多位小朋友作品 变成光雕秀的展演一部分 基隆城市博览会B展区 抢先曝光 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基隆 感受不一样的海港风情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白天的拍照打卡亮点 晚上可以这么漂亮 因为我们就在这一块天然的画布上 来展演这个光雕秀 所以2020年的光雕秀 已获很多很多的好评 那就是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去年本来要办也没办 但今年因为我们要主办 我们2022的城市博览会 那我们认为在镇滨这个地区呢 不能够缺席 我们的海派浪漫光雕秀 不能缺席 那海派浪漫光雕秀 容许我再用一点点的时间 来跟大家 大家一定一直敲碗说 我要看我要看 那他很想看了 是没错 好 那就是我们的海派浪漫光雕秀呢 就是以这个当画布 那我们会跟在地的艺术家结合 以他的素材 来做这个播放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让明珠来 跟大家抢先看 那但是我想 今年最重要的一个亮点 除了艺术家的作品以外 打在这个上面很漂亮以外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市民共创 我们这一次特别跟我们的学校合作 有我们的学生的创作的作品 我们让他跃上这个大荧幕 让这个画布成为他们挥洒的一个空间 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做增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市民来共襄圣体 甚至是外线市的民众都可以来投建 只要他获选以后 我们就会把他打在这个色调屋上 等一下我会带大家抢先开箱看 两个夜间的灯光秀 到现在都还没有曝光过 一个是阿根纳造船厂的夜间灯光秀 还有一个就是众所期待的海派浪漫灯光秀 请大家好准备你们的相机 放松你们的心情 然后今天潮艺术的party 现在开始 也先运助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宴 可以能够顺利圆满来 这个大家很free的来进行 那也敬邀各位测展的朋友 还有我们所有与会的嘉宾 把自己好朋友 我们的这个同事所有都带来 来参加我们未来即将展开的城市博览会 城市博览会 欢迎来基隆 让所有的基隆市民 或者外縣市的观光客 他们对正兵的想像 已经不是只是一个 渔港渔民作业的设施而已 它事实上变成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跟海清静的一个地方 从早上到白天到晚上 各有不同的特色跟展业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 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请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营养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 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牵手牵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收看节目时 如出现画面马赛克 或断断续续停格现象时 可依下列步骤确认 检查数位机上和后端 有线电视讯号线是否有接妥 并依顺时针方向转紧 如果仍然异常 请先将数位机上和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再接上 重开机期间 无需使用遥控器切换 数位机上和重新开机 等待1-2分钟后 灯号会由红灯 转换为绿灯或蓝灯 开机完成后 请确认节目播放是否已正常 若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迈入第五届的美丽基隆 已向征选活动起跑楼 今年有许多创新的做法 首先是增设了新基隆主题 邀请民众 除了透过镜头展现基隆之美外 也能呈现它蜕变的过程 另外 舍去过去分明次的做法 而以半影展的形式 由评审评选出 评审团特别奖 最佳导演及最佳剧本等奖项 另外这一次比赛 也第一次要上了国际级的网络平台 除了打响美丽基隆 这项竞赛的国际知名度外 也邀请更多的海内外人士 参与行销基隆 这座美丽的城市 迈入第五届的美丽基隆 影片甄选比赛 已经成为近年 国内重要的影像创作活动 除了用镜头诉说基隆的故事外 今年在影片组及摄影组 更增设新基隆奖项 邀请创作者 记录基隆的翻新与改变 当然我们在原来的比赛项目 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摄影 能够呈现基隆的美丽 不管是基隆的故事 或是基隆的景色 那今年特别有一个新基隆的主题 那这个新基隆的主题 也就是希望透过所有我们的 比赛者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来告诉大家基隆的转变 那这个新基隆的这个主题呢 会分为摄影组跟影片组 那会找出这个 就是评选出这个奖项 另外在评比部分 第五届美丽基隆 也将打破过去 依得奖名次排序的科救 改采影展模式 入围影片将由评审 选出评审团特别奖 最佳导演 最佳剧本等奖项 要的是我们打破了过去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这样的一个评选的方式 我们特别透过 影展的一个概念 增加这个评审的这个奖项 所以我们会有最佳影片组 最佳摄影组 所以我们不会是用 第一名第二名的这个概念 去做一个评选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美丽基隆影片 征选比赛也首度要上 国际级网络平台 除了打响活动知名度 更透过开放平台的分享 让国内外民众都能参与 扩大行销基隆这座美丽城市 是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film freeway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 这一些比赛的作品 也能够在国际上曝光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奖项的概念跟奖金 还有包括我们评选的项目 都跟过去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为了鼓励民众使用不同的媒材 第五届美丽基隆影片 甄选比赛也特别增加 最佳手机摄影奖项 另外还有网路人气奖 影片组报名从即日起到7月29号 摄影组则到7月15号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邀请大家踊跃投稿 展现不一样的新基隆面貌 记者张其辰基隆报道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议员在市议会质询时 要求基隆市警察局 对于十大易造势路段 要重视并加以改善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警察局长 答寻的时候就表示 今年开始采用新的标准 对症下药改善易造势路段 减少车祸意外发生 基隆市议员在市议会质询时 要求基隆市警察局 对于十大易造势路段 以及护老专案要更加重视 并且加以改善 基隆市的十大四个路段 在我们仁爱鸡的部分 有十大路段 我们就占了四个 尤其在仁一跟爱三 仁二跟爱三 仁二跟爱一 还有仁一跟爱六 我想十个路段 仁爱鸡包办了四个路段 那这边我想建议我们 这个警察局交通队 是不是应该跟我们交通处 来好好的 来对于整个这个造势路段 发生车祸 那到底是怎么样子联姻 来发生 那有没有统计是说 造成车祸的这些 是不是外线市来的比较多 一发生事故路段的统计 然后总共十个 那其实就是我们日常 也觉得很危险的路段 所以这边是想要特别请局长 再可能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说大概这十个路段 它的造势原因 比较就是会让这个A1 A2 或是A3这样的造势原因 比较大 它占比较大比例的造势原因 最大的比例就好了 不然会有点难说明 目前道安汇报上面的数据 显示我们这个老年人口 年长者的 任意穿越马路的 这个死亡比例 还是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想提醒说 我们在各大市场 学校 医院 还有重要的这个道路 还是得加强护老专案 或者是如何宣传 让我们的长辈 要 经过行人穿越道 才能过马路 那我想有几个重要路口 还是要提醒大家 包括一些比较危险路段 易造式路段 还有包括我们的长辈 未医规定穿越马路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同志委同意员 提的护老专案 我们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 能够在疫情 未来有舒缓的时候 特别去注重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这相关的事故 能够降到最低 降到一个极致 中山12路 山路那个地方 因为现在路幅有那么宽 大家的车速也快 那那边也 实际上路口发生一些车祸 想要说在那边建议 就是那边的路口的一些旧的 旧的监视器 希望都能够先行维修 主管单位基隆市警察局长 刘耀清达巡师表示 今年开始采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 造势严重度指标的新的标准 来对阵下药改善易造势路段的造势原因 减少车祸意外发生 今年开始呢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以往呢 我们的做法是 A1 A2 跟A3 这三种列别不同的交通事故 我们都算等值的一个计算 所以造成我们十大招式路口 呈现出一个不可理的现象 也就是一个路口发生死亡交通事故 跟一个发生财务碰撞损失的交通事故 是等值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才采取了交通部运输所 它的一个依照市严重指标的一个方式 重新计算 把我们基隆市呢 依照市的高危险路段路口 来找出来 来对症下药呢 来找出噪音来改善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度呢 首先做一个改变 依据警察局提供给市议员的 易造市路段资料显示 特别是人一路和爱三路口排名第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祝您一切平安 让我们能够伴我们一起 感觉到他们的 就快換中家寬評吧